大家好 今天我开始在网上给大家上过真课 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的同学不能到我们面对面的上课 所以只好采用这种方法 这个是我给母语师法语的同学准备的 这个是古证的汉字拼音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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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Lecher的故证 《证》 《证》 这个弦呢 大家可以把这个截屏 给它敲写下来 然后对照这个 把这个弦认清楚 这里是粗弦 低音 一个点的是低音 两个点的 在下面的是背低音 这里Do,Re,Mi,Sola Do,Re,Mi,Sola 中音 然后是高音 最后一个是 上面两个点的高音 背高音都 好 大家可以截屏 把它记下来 那现在我们开始 戴古针指甲 大家看一下 这个总共有八个指甲 这两个指甲 是有点特殊 是弯的 因为呢 我们的手指 那自然放松的时候 这食指 中指 无名指 Le direction 方向是朝下的 Le push 是往前的 不一样的方向 所以呢 这个大拇指的指甲 我们把它 做成弯形 然后戴上以后 它的指尖 也是可以朝下的 大家听到这个声音了吗 是我的邻居 在敲什么 如果我现在停止呢 OK 继续 好 那现在我就开始戴一下指甲 注意看一下 这个拇指的指甲 后面绑的这个 胶部的方向是斜的 斜向这个指尖的方向 不是这样正直的 是斜的 斜的有利于 一会儿我们绑大拇指 这个一定要记住了 绑的时候 胶部不要很宽 这样子 不是越宽 那个 绑的就越老 就只要一个胶部宽 就可以了 大家看这个胶部呢 有点旧了 因为在这边 国外买胶部不容易 所以呢 我一般用完了 一头不沾的时候 就把它换一头 这边还沾 还可以再继续用几天 那 胶部绑这个 其他三指的时候 离开这个头 不要绑到顶头 不要这样绑到顶头 我们下来 一到两毫米 绑的时候呢 这是小关节 要离开小关节 一到两毫米的样子 因为我们主要 弹的时候要用小关节 来弯曲 如果绑到这个小关节 顶到上面呢 就不好弯曲了 好 就绑一个脚步的宽 就可以了 带快一点 很多同学 刚学的时候 不愿意绑脚步 说带了脚步 不舒服 但是 因为现在 骨针技巧 已经发展得很迅速 技巧很高 如果你要是不带指甲的话呢 有些技巧就没法完成 那刚开始我学古针的时候 是没有指甲的 老师就让我用手弹 弹的几个指头 全都有水泡 血泡 当时我就在想 啊 古人可能就是这样弹的 那我也这样弹 就忍着弹 一直弹到摩老姐 后来老师给我买了指甲 一开始你会用了不舒服 但慢慢呢 随着你的功力越来越 越长 然后知道怎么把力量用在指尖 戴上指甲 就舒服了 就合适了 它会帮助你 更好的完成你的音乐作品 好的 今天我们就先说一下 怎么戴古针指甲 有不懂的不明白的地方呢 欢迎大家在我的评论区给我留言 然后之后我会把我的email地址也给大家 大家可以给我写信 谢谢 下次见